我非常不认同的一句话 流浪地球为中国科幻片打开了一扇门 而上海堡垒又把它关上了 先不说上海堡垒有没有资格与前者相提并论 仅仅从比喻的角度来说 这是不形象的 我认为 流浪地球为迷失方向的中国科幻片 正确找到了门的具体位置 而上海堡垒告诉我们 什么钥匙不能打开它 那些投资人如果不意识到怎么做不行 又怎么会去思考应该做什么呢 如果中国电影只出现了流浪地球 只不过是给那些投资小鲜肉的资本 多了一个挣钱的选项而已 并不会让他们觉得现在的做法有什么不对 而上海堡垒的出现 成功地释出了一把错误的钥匙 国产科幻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像相声里说的那样 你有一百把钥匙想打开一扇门 又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 只好决定一把一把的事 诶 怎么这么巧 就是最后一把 所以说 要有耐心 巨大的电影工业面前 两部作品就能开门关门吗 浮躁的也许不是资本 而正是我们这些观众 本期视频原本不在计划之中 而我为什么忽然决定制作它呢 是因为无意间看到了 比上海堡垒本身还要精彩的幕后纪录片 瞬间明白了 这部影片制作过程中出现的全部问题 总结来说 就是工业化水平严重不足 再直白一些 本片的制作过程太不专业了 而最恐怖的是在于 很多人并不觉得这种不专业是不专业 这恰恰才是最大的不专业 幕后纪录片俗称花絮 是电影常规宣发手段的补充 换言之 它需要委婉地展现那些宣传语不方便直说 却通过疯狂暗示 让你去自己发现的卖点 比如流浪地球纪录片 展现出来的大量设计手稿 和与之对应的实拍场景 这是成功参考了好莱坞的标准做法 如2012的制作 在成熟的制作流程下 所谓的烂片 大多是没能按原计划完成的影片 完成度基本挂钩成片质量 所以 展现计划与实际完成间的精确度 就是在委婉地暗示你 本片质量绝对放心 而上海堡垒的纪录片 这种急速闪现的手稿 犹如作贼心虚一般 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投资规模的作品 胆敢不去认真做这些流程 唯一的解释就是 宣传方觉得这并不是卖点 片中的确出现了很多实拍场景 可是没有足够精确的预先设计痕迹作为辅助 只会让我觉得拍摄过程有着很强的随意性 这并不是我的主观揣测 我们来看一个片段 以下画面来自于陆寒镜组第一天正式拍摄前 可以露出来 可以不露出来 可带可不带 我是真的佩服 服装 道具 场记 估计都很崩溃吧 到某空间剧组 诺兰会告诉莱奥纳多 你的戒指可带可不带吗 这么一个重要的道具 露出来是什么意思 藏起来又是什么意思 这都不需要提前设计吗 还有这段 那个是无人机系统 然后这个是泡防御配屏系统 对对 就是这边打字呀 然后调试呀 打字 打什么字 是操作指令 还是向手掌汇报的内容 已经快拍摄了 才告诉洛涵这些案件的使用方法吗 你是洛涵 你记得住吗 既然道具都已经提前设计出来了 难道不应该出一本说明书 提前给到演员熟悉操作吗 弄一下屏幕 他都不知道屏幕上在显示什么 这能演出正确的情绪就见了鬼了 同样的随意性还体现在这一段 已经到了现场准备拍摄了 才发现舒淇不会说茬吗 前期制作的时候 一般应有不下三次的剧本演读会 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所有演员带入角色 按照剧本顺序从头到尾演一边 导演和编剧主持 一边听演员读 一边及时纠正 并解读台词的情绪 以及背后的动机 就像风孝刚在芳华制作中做的那样 而且即使大家都很忙 没时间进行这一步 每一个角色的具体设定 也应当提前很久交给演员 如果你设定的角色是北方人 就应当提前对演员进行台词训练 或者考虑后期配音的问题 比如一步之遥 虽然熟悉舒气孔音的观众 听到他的标准北京话会觉得很出息 但是从角色完成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对 回到上海堡垒 至少从纪录片体现出来的情况来看 当时是考虑使用演员原声的 不然不会如此纠结发音 而至于为什么最后又采用了后期配音呢 随意性 再退一步说 如果你设定的林兰本身就是南方人 剧本里又怎么会出现茬儿这种用语呢 我又想起一段相声 阿姨给我押听的来张票 售票员看了看她 小伙子 您不是本地人吧 台词这东西真不能乱写 说到演技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演员的选择 我们先来看一段实拍画面 我不知道朋友们有谁真的开过枪 我是在很久以前去射击场体验过一次 这么说吧 最小口径的手枪所产生的后座力 让我的肩膀疼了一下午 再看陆寒 站姿比直毫无压力 后座力是多少 完全垂直站立的情况下 身体平衡是否可以承受这种力量 我相信剧本或者前期制作 根本没有相关内容的设计 这是演技问题吗 是也不是 除了上述提到的剧本设定不严谨的问题 国内的电影剧组还普遍存在一个职位空缺 表演之导 一般认为导演是把控演员表演的职位 其实不然 导演同时需要考虑摄影机位置 叙事节奏 除此以外还要关心拍摄进度 剧组各部门状态等 成熟的剧组应该有足够数量的团队 来分担导演的工作 这样才能保证核心创作者的注意力 集中在正确的方面 而表演应当由更加专业的职位来负责 比如波西米亚方香曲 友好莱坞著名表演指导 保利·本奈特作诊 在影片拍摄前 他对主角拉米·马雷克 进行了长期的形体专项训练 演员当然有责任通过剧本的描述 来自行设计角色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 隔行如隔山 一些形体技巧所展现的细节 如果不是受过专业训练 很难做到精确 而形体本身也是艺术设计的一部分 比如竞期队长中 布里拉尔森糟糕的形体控制 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 表演指导这一只威的重要性 我为什么说这不全是演员的责任呢 现在批评陆寒的演技 似乎成为了一种正确 而获奖无数的书棋 应该更加经验丰富一些吧 可是我们看林兰的敬礼 参加过军训的朋友们 看到他自然下垂的双手 会不会觉得这样一种气质 绝不像是当兵多年的习惯呢 如果有专业的表演指导存在 他会意识不到演员此时的形体控制 出现了与角色不符的问题吗 而考虑到上海堡垒大量的军事元素 仅仅靠表演指导作证 也未必能够保证准确 所以该题材往往还需要与军方的主动沟通 说句题外话 看到有陆寒粉丝站出来说 他演的角色不是军人 所以不需要剪头发 关于这件事 陆寒怎么说呢 因为我挺喜欢演军人的 但是就算这是未来的军人 很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很欣赏陆寒 真诚 而且话说回来 即使未来军队与现有军队不是一回事 也不代表它是凭空出现的 外星人入侵 现有军队解散 再召集新军队打外星人 显然 直接改造县城军队效率更高 那些已经形成的习惯 难道不会延续到新军吗 怎么就会有导演和诸多粉丝 理所应当地认为 未来的军队设定 不需要参考现有的模式呢 我真是想不通啊 回到军事元素 同为科幻战争题材的变形金刚 是怎么做的呢 迈克尔贝派全部军人角色演员 进驻美军基地 由职业军人主导训练 这种训练涵盖军旅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细微的战术动作调整 再比如 影片中也许不会出现 但是可以更好的体验枪支 后座力的机枪射击训练 再比如 专业军事用语 种种这些细节 虽然与拍摄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对演员丰富军人 这一身份的综合感受 有着很大的帮助 而上海堡垒的相关训练 就显得很敷衍了 换上运动鞋 以及芯片的服装 在凉爽舒适的室内 对照剧本里的内容 进行纯动作训练 在开机之前的那个一个半月 他们主演就开始进行这种体能的训练 大家可能对这个时长没有概念 神奇女侠的诸多配角用了多久呢 五个月 一个半月 绝不可能是满时长训练 因为演员同时还要提前进行很多其他准备工作 而这种速成训练的结果 也仅仅是让演员的动作能够符合剧情需要而已 正如导演所说的那样 小龙这种本身不跳的也不错 可能他觉得动作戏本身就是舞蹈 做做样子 对吗 除了拍摄过程的不专业 剧本本身的不专业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注意 只说电影创作 不说小说 我认为剧本的大概问题如下 一 科幻不够深刻 很多本可以足够精彩的设定 被仅仅设定了一下 就遭到了抛弃 比如故事中的仙藤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人类因他而被外星人入侵 到这里 全部值得发展的戏份几乎就结束了 可这个设定如果交给一个有经验的编剧 很难把它写得不深刻呀 因为这样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幻想 从根本上展现了一个文明的贪婪 所以说 它可以是潘多拉的盒子 代表了宇宙中智慧文明的普遍宿命 或者说过滤器 谁抢仙藤 谁就会惹来杀身之火 因为谁开始贪婪 谁就已经走向灭亡 经此一战 人类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 最后 地球重建 战争虽然结束了 可贪婪的本能 依然是悬在人类头顶的一把剑 这样且 会不会带来多一些思考呢 第二 爱情也不够深刻 我一直认为 一个人的爱情观 是会随着年龄而成长的 比如在小学 我们学会喜欢就要说出来 到了初中明白 说出来也不一定有用 高中时感叹 爱情不应该是公立的 而是我看到你 我就很开心 大学的某一天会忽然发现 当你开心的时候 我才会真正的开心 再往后 爱情中的两人会明白 要先照顾好自己 才是真正的负责 而分别不一定代表距离 因为爱情中的两人 早已是家人 到了这个层次 我们再去探讨生死 可以吗 我发现不止上海堡垒 幼稚的爱情观 似乎是人们吐槽 国产偶像去 这一类型的根本原因 往往是两个人 拼命感慨着 他们这个年龄 早该想明白的问题 这本身就让人感到不适 巨大的科幻架构下 不如的爱情格局 才是爱情戏份招人反感的原因 究其根本 还是目标群体这四个字 害了创作者 更害了现在的观众 创作者了解目标群体吗 你面对学生观众 你就用你以为的学生价值观 去塑造角色 这就像外国人拉起眼角 对华人微笑一样 有时候 刻板印象下的谄媚 根本就是一种侮辱 第三 爱情加科幻 更加肤浅 很多人批评上海堡垒 是一部披着科幻片外衣的 爱情片 这其实并不是问题 因为爱情加科幻的 混合类型不仅常见 更有着它的千天优势 银翼杀手 黑客帝国 盗梦空间 每一个都有爱情元素 而爱情戏份占有交大篇幅 也可以很好看 比如 阿凡达 科幻 尤其硬科幻 代表了人类的理性精神 而爱情 是我们这种生物 特有的感性产物 理性与感性的碰撞 才是真正立体 全方位的人性 就像它一样 正因为有了技术 才产生了越来越多孤独的人 而孤独的人为了不孤独 又过分地依赖了技术 这导致技术与人 在表面上难舍难分的情况下 实际上越来越割裂 男主爱情观的成长 与科幻架构是相辅相成的 或者说 爱情与科幻 根本就是异讳事 而上海堡垒的问题出在哪呢 成长性不足 以及催化成长的要素 并不是科幻架构 设想一下 如果把舒淇的角色 以及爱情线全部删除 主角牺牲自己 拯救全人类的故事 依然成立 如果把科幻背景全部抛弃 一个男孩因为犹豫 而永远地失去了表白的机会 依然是个成立的爱情悲剧 这说明 爱情与科幻不仅没有融合 反倒是给对方的叙事 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六年磨一剑 你们磨的是剑鞘吗 目前 对于上海堡垒 为何不好看的分析 已经很多了 这也给我做本期视频 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想说的不一样 又充分表达观点 真的很难 希望看完我这次 角度清奇的分析过后 朋友们可以对他的失败 产生更多的思考 这样才能真正地推动 中国科幻片的发展 如果民意 轻而易举地踩死了上海堡垒 而没有人去认真总结教训 不止他的3.5亿投资 白白浪费 恐怕流浪力求的成功 也就白成功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 欢迎投币 点赞 评论 收藏 不知多久之后 我们下期视频见